讲到乳癌人人是痰之色变 但是很多人认为乳癌 其实是欧洲欧美妇女的权利 但是其实亚裔妇女 得到乳癌的几率也年年升高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就请到了乳癌的外科医师 吉尼沈 沈医师你好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其实今天这个节目很重要 我是一直希望能够做一个单元 就是告诉我们的亚裔妇女们 其实乳癌是一个妇女的杀手 没有错 但是不是只针对欧美的妇女 其实亚裔妇女罹患乳癌的几率 也是很高的对不对 对 其实在美国亚裔妇女 每十个妇女一个会得乳癌 一般的统计数字是 每八个人里面就会得 一个人会得乳癌 那在亚裔群里面每十个人 所以也很高 也是很高 而且大部分的癌症 跟家里历史没有关 不是遗传的 对 因为一般我记得 以前的统计数字 就是亚裔妇女 比较来讲是比较低的 所以如果你说 不是家庭历史的话 那是不是跟你的周围的环境有关系 我们怀疑是周围环境 跟可能有饮食跟运动都有关 所以你意思是说 因为现在很多饮食 都比较稀释化 对 吃的东西比较高热量 对 这些都会影响到是吗 多糖 多油 多肥 增加体重 乳癌的危险性就比较高 那医师您知不知道 就是说亚裔妇女 在美国的亚裔妇女 以及在亚洲的这些妇女们 她们这个得病 得乳癌的几率上 是不是亚洲的孩子是比较偏低呢 对 所以就真的是跟饮食有关系了 对 好 那如果说呢 那对于乳癌 我们其实都是一直提倡 就是要及早发现 及早治疗 那这里呢 你要告诉亚裔妇女朋友们 要该怎么样去及早发现 因为很多人常常觉得说 我不会得 然后就不去做检查 对 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其实我们现在是建议 每个妇女25岁以上 应该每个月自己提个检查一次 而且30岁以上 通常可能每三年要医生帮你检查 40岁以上呢 其实每一年要医生帮你检查一次 而且要每一年造一次 Mammogram 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癌症 是病人自己发现 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医生帮你发现 三分之一的癌症是Mammogram发现 所以三个都很重要 所以三个都很重要 由于是到了40岁以上之后 那你可能这三方面 你都要能够顾全 你自己还是每个月要检查 但不要偷懒 每一年呢 也要去找医师 对 医生呢会给你 告诉你说 OK你要去这个X光这边 要照Mammogram 对 医生也会帮你检查 医生也会帮你 所以会比较安心一点 对 那如果说很多人对于 这个造这个Mammogram 40岁以上就会有点害怕 很多人就说Mammogram会痛啦 然后经验很不好啦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大家 这是真的吗 大部分现在技术进步了很多 所以大部分Mammogram 造的不是很痛 而且有的妇女还是说 很不舒服 我刚才说这个Mammogram 能够救你的命 你为了受苦十秒钟 你觉得不滑来吗 我觉得还是滑来 滑得来 所以有时候看技术啦 大部分的时候其实不会 还是可以 偶尔要是真正不舒服 这个时间也不是很久 尤其我们现在很多Mammogram 都是用电脑做的 所以我们照的萤幕 照得很清楚 也不需要压很厉害 也不要照很久 那个Mammogram的 照的分量也很少 就是辐射的分量 辐射的分量很少 因为很多病人问说 他们怕除了这个不舒服以外 他们听说Mammogram 照这个泛射线会得乳癌 对 反而会让你得乳癌 对 这个完全是个迷思 错误的观念 完全是错误的观念 所以Mammogram是很安全 它不会影响你得乳癌的机会 对 而且刚刚你说的 一年就那么一次 就要稍微忍耐一下 但是它可以买之后 你一年的安心 对不对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说你真的不幸 得到乳癌 医生告诉你说 很抱歉你得乳癌 那这个时候病人们该怎么样去面对呢 或者该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呢 一开始已经是非常的震惊 对 一开始当然很怕 不管你是得零期乳癌 第三期乳癌 不管是哪一期 每个妇女都会很怕 都心里很不舒服 但是我是希望你的观众能够了解 乳癌现在尤其早期发现 我们的治疗成功率很高 比如说第一期的乳癌 98%以上 或十年以内都能够治好 所以我们你越早期发现其实越好 所以不要为了因为怕 你不去检查 真正得到乳癌时候呢 尽量安静一点 稳定一点 然后最重要 保持镇定 然后去 然后听医生的话 听医生 然后去可能问你家庭医生 去介绍你去看一个乳癌专科 现在乳癌 其实有很多 因为乳癌很普遍 我们有很多医生都是专科 我是乳癌外科的专科医生 是动手术的 动手术的 是电疗 化疗 都有乳癌的专科 你现在要找专科的医生 我们其实我们能够用最新式的办法 把你治好变成 回复正常的健康快乐 对 因为现在很多重建的手术 也非常的精细 不像以前会觉得 有这种错观念 说我没有乳房了之后 就失去当女人的这种 但是其实现在都很健全 可不可以很快地跟我们提一下 现在是不是40岁以下的 这个妇女得乳癌的几率也比较多了 40岁以下我们也有看到 但是不是这么普遍 问题就是说真正得了乳癌的时候 这40岁以下的妇女 她们通常是比较严重 所以我们还是鼓励每个妇女 要40岁以下 不管你还是要自己去注意 我自己 我其实前一阵子看到 20岁的女孩子就得了 然后我朋友还说19岁 所以不是 而且在加州 其实几年以前 有个9岁的女孩得了乳癌 所以没有一个年纪说 你能够完全避免 对 能够保证你不会得乳癌 是的 非常谢谢沈医生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告诉大家非常重要的讯息 我们妇女朋友们 一定要好好地保重自己的身体 那么其实现在的治疗方式 还有医疗团队都非常健全 所以如果真的得了乳癌 也不要担心 不要害怕 相信一定能够更乐观地面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感谢观看